周立波最新动态体验在人飞行器一行216。 前段时间周立波可谓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他,天天上头条,对他议论纷纷,谁是谁非,我们做无人机行业的朋友其实不太关心,我们只关心他和无人机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这不,这几天周立波就来到了广州,他可不是来广州上电视的啊。 他带着夫人来广州跟一行老板胡华秩序就的,也可以说是来公司玩的散散心。 你们也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散心来游玩的。 一行无人机圈的朋友都熟知,简单说就是无人机公司,主要有消费机无人机GhostJune20。 当然新品也在研发中,行业集无人机天鹰,载人飞行器一行184和一行216。 而周立波这次过来是乘坐的一行216载人飞行器。 周立波跟一行老板胡华志远远还是挺深的,早在2016年左右他们就关系特别好了,可谓是知音朋友,无话不谈。 2016年的时候周立波还在一行总部跟所有员工分享一个主题为一周立波秀。 大致讲的主题是为什么要努力,努力是为了什么,奋斗永不停止,讲了自己做工艺事业没人知道,上海有免费餐厅供应流浪汉人员等等。 那时候大家对周立波的印象非常好,也欣赏他,当然娱乐圈事情说不清楚,但是在一行人的心中,周立波是个好人,而且是个有情有义的善人。 老胡从那时候跟他交情可谓一般,周立波出事后,老胡朋友圈多次发朋友圈听他。 这次周立波再次来到一行,跟老胡聊过去,聊在美国的事,聊无人机,聊在人飞行器,还亲自体验乘坐了一行216飞行器,他幽默地解说和好的口才真是不得不佩服。 周立波不但喜欢玩美国说的那些事外,他其实还特别喜欢玩无人机。 家里很多大疆的无人机,他自己说大概几百个,通常家里只有遥控器了,因为不熟悉飞机,无人机飞跑了就没再回来,这就是所谓的提控回家。 可以说他是一个无人机迷,超级喜欢无人机,后跟一行老板认识后,更加对无人机痴迷,也喜欢在人飞行器一行184和一行216。 关于他与无人机的渊源可以讲一个晚上。 周立波兴奋的乘坐以航216飞上天空,竖起大拇指,点赞在人飞行器以航216。 飞机飞行相当稳定,其实已经很多政客和明星等很多人已经体验乘坐了这款载人飞行器,比大家想象中的要稳定和安全。 最后周立波跟一行的工程师们和影留念,站在中间游位显眼,大家都很开心,毕竟波波还是挺幽默的。 关于周立波和无人机那些事,后续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分享,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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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